文郭議員 主席謝謝 所處長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是城市棒球隊補分 一千九百多萬是內涵中央補助這千萬 沒有 另外 加起來就要三千了 對 幾乎一年大概要三千萬 我們要加三千塊來講 這麼大筆的牛腎 我請教一下 你現在是要買的東西 要租的因素費用 要學的經濟都非常多 你們地點有找到嗎 目前假設我們亞太OK的話 就是會到亞太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小北那邊 那我就很有趣啦 那你現在編了快三千萬 你看一下十四葉的亞太 亞太的設計費用來分兩年編列 第一年一百萬 第二年 我們一百零三年到九百萬 這就還沒開始 還沒好 你今年這區算編就是要怎麼開 因為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今年是先行做先期規劃 對 先期規劃 沒有中庭 你是怎麼發動 發出這三千萬 你也覺得很奇怪 沒有 所以他的場地訓練 會在我們現有的一些 沒有 你三千萬 你一定有一個中庭 這個中庭根本就不好 設計得不好 你要花三千萬 我請教你 中九年吹到嗎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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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方就還沒 你編三千萬 編這麼高的所謂 你是對嗎 這是因為教育的人士 這是中央的意思 還是你的意思 要做房間對是你的意思 你笑得很奇怪 你跟局長笑得很奇怪 沒有 就是來這邊接受這樣的一個 只是我們台南市有這樣的需求 對 前後的這種方式有問題 你要有場地 要有人 你到這邊有算 你這個中庭也沒有 人也沒有 你變三 變 地方配合 變兩千萬 地方跟補助一千萬 你這個出事嗎 處長 這是依據 我看看這一筆預算是最大的 你不會搞砸吧 你要想清楚喔 你這個好 要想一下 你不要漏開 你不要在台南市漏開 一開始就揮棒落空 所以我們很謹慎在處理 棒球隊這樣的事情 那我再請教你 那第三頁的部分 是按哪 關廟 理求長 新法 油英地 關電 體育工程 不管是油英地的整修 活化 關廟 理求長的多目標 使用園區的新建工程 不管是擴建或改良或擴充 都是四百二十八萬六千 跟議員報告 他這是中央補助款的配合款 中央補助一千萬 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另外 以翁公廟 理求長的部分 現在是因為輸用分庫還沒變經 所以說 要不然他擴充你們這裡對不對 是 你這個部分 你有每次推出 那輸用人口非常多 而且當設計不是太好 有 你們現在是有法度 你們要不然他擴充的規定 有法當上一個辦法 那都會參加人的那個新 請給麥克風 請給麥克風 他那麼多的人使用頻率越來越高 你以後面敗了禮拜 上次我肯定你去的時候你沒去 那個條子應該做在外面 他做在裡面 那個農的齁 人不死可能也鬧定動了 對 他設計不良啦 所以我們有給他 設計不良 你一看就很明顯外行的看也知道了 你這個有法度改嗎 處長 這有處理啦 有處理 我說你 你將是周邊的 這年多的故事裡面 有哪一條可以用你議論說 問我你求聰明嗎 呃 我們那一種 你會擴多少啦 你直接說了 我們現在擴 今年擴壘磊球場了 二十幾萬 我那可以擴二十幾萬 對 今年擴二十幾萬去修理 齁 如果不夠我又來討 我覺得齁 那個文化局齁 這種舊的編制 但是新的編制的預算 這顯然是有先展後座 不要說暗度陳昌 你是民度陳昌 你擺明了 你就是要先拗給過這樣 這麼明明新的邊阻 把通過市政會議 還在市政府招勞部的政策 不然會送到本會來的 你偶像你就先走 我如果要想過後面要比渣 不就需要一個比渣 局長 你不覺得這樣的做法太過粗糙了嗎 雖然我們是邊編共同的 不過議會上司 你也要稍微尊重一下嘛 對啊 啊知道我來說的 你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啊 譬如說你邊編 你一定要六個科變成九個科 以文化行屋來說啊 我們大家的客氣都在台南縣出身 我們都清澈 蕭龍文化園區 這個變了 驚了怎麼樣 你也很清澈啊 幾乎停滯嘛 總園文化園區 這七六禮拜而已 幾乎週休有日嘛 這兩種當你到這一個文化園區科 說這樣你可以用撒謊出來 局長 我還是早上的論調啦 你的組織編織 你要好好慎思一下啦 我不會贊你的故事 我也是同意你的 親家 這基本上的立場是一樣 但是怎麼編 怎麼用這些錢啊 我覺得要慎思要慎重 不要亂摸啦 定屬也不照起工來編 也不好好編 這樣人是怎麼會通過 所以喔 主席 我的意見是說 如果各位 我們本黨如果要審的話 我沒意見 但是我有一個附帶條件 遭下的部分 都不可以審 因為你做這一邊坐 還沒通過 還沒經過本會的情書裡面 遭下的部分 遭下的錢 遭下的因素 都不可以審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憲國議員 我難得就叫那個 陳中諺陳處長 那個陳處長 我想說你剛剛有說 一個城市行銷的經費 大概有一千萬元 是 那個一千萬元當中的 做行銷的部分 它主要是書面的 還是那個CF 還是動態的 其實我們各種都有 都有 那有包括是中文或外文 中文或外文 就其他國家的語言 譬如講日文或英文 這個部分 以現階段的部分 其實我們國內的部分 就是以中文的部分 我這樣子 我給你中心的建議 因為你陳詩的形象 你剛剛一直強調國內外 所以陳詩的建議說 我知道你經常跑日本 我們都有一些日本的朋友 不同的日本的朋友 我一個在新聞界的日本的朋友 就一直在跟我強調說 他們每一次來 對台南很有興趣 但是相對對台南很陌生 對台南最大的困擾有兩個 一個是沒有公共運輸 第二個不知道何去何從 所以往往他每次都到台北 或到花東地區 如果從一個城市行銷的角度來說 你絕不覺得應該做一本類似 我們去東京或去京都的時候 一本類似的專書 我們在台灣都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應該介紹給日本的朋友 知道台南的城市的一個介紹 你認為有沒有需要 應該 那就我理解來說 日本的出版界來說 我有認識幾個作者 還有一個新聞界的朋友 我有請他們去探尋 他們說從來沒有一本 對於台南市的日文的專書的介紹 所以我能不能請教你說 你在這一千萬當中 有沒有可能播出一部分的預算 在目前以市長主政以後 去日本這麼多次的情況底下 日本人對台南市逐漸有印象 想要對台南市多一些了解的情況底下 你可以做這樣的專書的介紹嗎 我跟郭議員這一大會說明一下 其實我想在這裡面 如果要以專書 我想預算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在我們整個新聞處的預算裡面 我們在今年度 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邀請國外媒體來的部分 那剛剛是講到電子媒體 沒有錯 就像你剛剛講的 國外媒體的部分的擴大報導 除了電視的宣傳之外 它可以複製成績 事實上我們在雜誌的部分 雜誌的部分我知道 雜誌的部分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你背包客的東西 它有一些工具書的考量 是 那是不同的用途 但是專書確實 我們講的方向其實類似的 專書的部分其實是 作於不是政令的宣傳 而是介紹這個程式 也不是介紹賴市長 但是這樣的專書 其實有助於背包客來到這邊 認識台南 然後知道他們要如何去 如何醜 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 其實我們也希望是 我們盡量來努力看看好不好 剩下19秒我要來護航 我覺得蔡議會蔡議員 她剛剛講 她香油錢關一百萬太多 香油錢沒有人關那麼多 蔡議員蔡議員 她也說香油錢關了一百萬 你就算一百萬 沒有 算一百萬來預算就好了